品味一部电影走进一种人生 欢迎收看电影丁东丁 这个巨大的冰块刚刚在北极被一群科考队员发掘 他们将它带了回去 并找手计划解冻 因为他们观察到这块聚冰里 有一个被冻住的原始生物 至少也应该被冰冻了四万年 科学家们开始狂欢 他们很有可能发现了早已灭绝的猛马香 然而事实却是随着冰块的一点点融化 他们才发现里面冰冻的竟然是一个原始人 科学家们惊呆了 立马将切割改为高温融化 在不伤害到原始人标本的前提下 一点点将它解冻出来 原始人张着大嘴双手举在半空 身上还穿着一件瘦皮 科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将它拖下来 开始对原始人的生命体征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它体内的所有细胞基本保持活性 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唯一可能就是 它们体内存在大量的太糖蛋白 这是一种可以保护细胞不受低分损伤的物质 而原始人很有可能就是在一些植物中大量摄入的 很快令所有人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原始人慢慢恢复了正常体温 脑细胞开始活跃 再后来竟然直接检测出了脉搏和心跳 这就是36年前拍的一部高峰科幻电影 冰人四万年 如果不说你可能很难发现 这位造型原始邋遢的野人竟然是由中国演员尊龙败影 豆瓣的评论大多也都是对他的赞扬 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本片最大的看点 科卡队员用上了电机 药物注射等所有办法 经过一整天的努力 原始人终于恢复呼吸 睁开了眼睛 不过他看着一众围观他的人极度正经 开始发疯般的想要正多束缚 不过这个无助的远古人 哪里是这群科考队员的对手 下一秒他就被出射了麻醉剂 渐渐冷静下来 科考队员们开始商讨研究原始人的方案 大部分人赞成要拿原始人做实验 甚至必要时可以对他进行解剖 毕竟关于火体冰冻的研究将会造福整个人类 然而却只有这个男人在极力阻止 他叫彼得 彼得不认为用活人做实验是最对的选择 即便是这样一直麻醉套 都很有可能会对他的生命造成伤害 经过了彼得的努力 科考队员们决定在科考基地 打造一个巨大的生态环境 不仅建造了甲山 花草树木以及泉水 还放入了食物链各个阶层的生物 他们将原始人关在这里 不久后原始人醒来 看着周围再熟悉不过的环境 果真真的把这里当成了家 他在甲山上窜上窜下 终于又恢复了轻松的效忍 原始人饿了就摘野果子吃 渴了就跑到瀑布底下喝水 很快科考队员还惊讶地发现 原始人甚至已经学会了食用火 为了观察他的捕猎能力 科考队员们放入了几头野猪 原始人聪明地拿一把叉子 射下陷阱 轻轻松松就饱餐了一顿 经过连日来的观察 科考队员认为 这个原始人有着极高的智商 果然不久后 原始人便在一条河里 扒出了水管 顺着水管一路找过去 竟然找到了基地的通道 看着外面那群全副武装的人 原始人意识到自己被骗 情绪变得异常暴躁 为了能够逃跑 他开始疯狂地破坏基地里的设备 却不知道此时一个科考队员 已经拿枪瞄准了他 下一秒 一针麻醉枪射出 等到他再次醒来 依旧被困在这个假山洞里 彼得目睹了原始人的遭遇 开始心疼这个来自四万年前的朋友 他决定要进到假山洞里去 试着跟他交流 走进他的内心 科考队员们并不反对 觉得这样更有利于他们对原始人的研究 假山洞的门被打开 彼得走了进去 原始人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不速之客 站起来急躁地挥舞着手 想将他赶走 不过彼得却依旧在一步步靠近 很快两个人近的只有一步距离 彼得竟然对原始人露出了一抹亲切的笑 原始人抱着石头疯狂地扑倒了他 不过却并没有砸在他的身上 也许是感受到了那一抹笑容的友好 原始人似乎试着接纳了这个陌生人 对着他的身体研究了一通之后 开始咿咿呀呀地跟他说起话来 彼得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大概觉得他是在打招呼 也许他的名字就叫查理吧 作为回应 彼得开心地将自己的名字交给了他 一遍又一遍地纠正发音 慢慢地他们成为了朋友 查理不再像以往那么暴躁 他试着接纳如今的生活 甚至打到了猎物 还会主动分给彼得时 尽管两人的语言不通 但是查理依旧每天对着彼得说很多话 而彼得无聊时就坐在火堆前叫查理唱歌 而与此同时 甲山外科考队员们的研究仍在继续 他们趁着查理松懈之时 给他又一次注射了麻醉 将他带上了手术台 从他的体内取出了部分细胞的研究 等到彼得赶来此时已返 他看着手术台上昏迷的查理 第一次有了想要将他放生的念头 不过等到查理醒来后 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伤口 拿起一根棍子就怒吼地支奔彼得而来 彼得连忙解释这和他无关 然而查理对这一切似乎心知肚明 他真正的目的也不是想要伤害彼得 反倒是将棍子递给了他 比划着让他杀了自己 这一刻彼得的眼神里充满慌张 查理是他的朋友 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却始终都在伤害他 人类本不该如此对待朋友的 彼得一怒之下丢掉了棍子 此事之后查理再次变得郁郁寡欢 彼得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决定说服自己的女同事伊娃 跟他一起进到甲山里去 伴随查理 伊娃是一个幽默开朗的人 也许有了他的加入 查理会慢慢地好起来 果然查理见到了这个陌生的异性朋友后 很快便对他产生了兴趣 抓住伊娃的手死死地盯着他看 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一句话 而且越说情绪越激动 外面的科考队员注意到了查理情绪的异常 急忙找来了语言破译专家 对这句话展开破解 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女子的名字 也许正是查理的妻子或者女儿 后来查理时常一个人站在甲山上花呆 彼得知道他是在想家人 因为查理会在地上画出妻子的样子 然后笑着指给他看 这天一辆直升机飞过了科考基地上口 查理看见后激动地爬到了甲山顶上 拼命地想要抓住他 嘴里还大声地喊着彼答彼答 为了查清这个词的意思 彼得和伊玛找到了附近的一群土著居民 向他们打听 得知了关于当地的一个传说 据说彼答是他们这里信奉的一种神鸟 这种神鸟可以保佑平安 也许四万年前查理的族神遭到了自然灾害 即将面临灭绝的危机 为了挽救他们 查理便决定前去寻找神鸟 牺牲自己换来祖神平安 这个故事终于感动了科考队的所有人 然而此时的查理却在悄悄计划着逃走 他很聪明 这么久的时间已经从彼得那里学会了 打开这扇铁门的开关 很快查理便拿着一只叉子闯了出来 远远看见外面停着的直升机 便直接扑了上去 结果直升机瞬间起飞 将他撞倒在地 起来救他的彼得再也不忍心 看查理被困下去 决定要将他带回到雪山里去 那样他就可以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不留遗憾 这一次科考队员们也没有再阻拦 查理跟着彼得向深山走去 终于获得自由的他 一直在傻笑 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们终于遇到了一架直升飞机 查理看见后 拼命爬到了山顶 纵身一跃抓住了他 随着直升机 查理飞到了半空中 然后松开了手 摔了下去 彼得并没有难过 因为他知道 这是查理将自己献给了神鸟 换来了族人的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